王林 小九 我回来了 小燕靠近宋玄人和凤九说道 怎么样 成功了吗 凤九紧张地问道 那当然 老子出手 怎么可能会失败 小燕得意地挥了挥手中的腰刀 凤九和宋玄人放下心来 相视一笑 等老子回去 必定要向续阳告练出阴影一状 小燕有些气不过 凤九笑着安慰道 我们现在就静观其变吧 其余两人点点头 很快 王林外就传来马蹄声和嘶吼声 看来他们已经到了 宋玄人眼中流过暗光 王林外 硬王带着手下 直接杀入王林 刚踏进入口 就看见两侧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弓箭 将前面的几人 直接钉死在箭上 硬王有些胆气地向后退去 一只手阻止了他的脚步 这是聂初营的手下 硬王 这个时候可不能后退 不然我家主子的苦心 可都白费了 硬王只好赶鸭子上架 让身边的人走在前面探路 这一路的暗器机关 硬生生地杀掉了硬王 带来的近一半人马 终于来到了王林的密室 聂初营的手下 激动地走到云台前面 按下开关 一块泛着幽光的玉石 便浮现在众人面前 硬王眼热着看着石头 聂初营的手下提醒道 硬王不要忘了 与我主子的约定 你要王位 我们要灵壁石 硬王只好收回视线 本王知道 用不着你提醒 聂初营的手下 伸手想去购灵壁石 没想到园台四周 竟升起了铁锥 将他的胳膊刺穿了 硬王看见这一幕 心里暗怕 幸好自己刚才没有去抢 聂初营的手下 只好将胳膊拔出 这时密室门口 也传来了脚步声 原来是宋玄人他们 将门口围上 东华帝君 聂初营的手下 看到宋玄人惊讶道 这王宫都快没了 你竟还不放过这块灵壁石 硬王看着出现在 自己面前的宋玄人 愤怒的质问 宋玄人看着硬王 痛心疾首地说道 你勾及外敌 打开城门 现在还想盗取灵壁石 不 你最想要的还是这王位吧 不错 这王位本就应该是我的 是你夺走了他 你从一出生就带着不祥 天生异想 自生母王 你才是应该失败的人 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我的王位是我的母亲 明明我才是他的亲儿子 可是他却对你关爱有加 宋玄人 这一切都是你欠我的 硬王看着宋玄人嘶吼道 宋玄人 你还跟他说什么 要是老子看 这样的叛徒直接砍了算了 小燕不耐烦地看着二人互相指责 燕魔君 聂初印的手下更加恐慌 联盟将自己隐藏在他人身后 宋玄人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 硬王抽出手中的盗板腰刀 向宋玄人刺去 小燕联盟提剑将刀挡住 这边进行着交战 凤九隐身躲藏在暗处 看见了聂初印的手下 趁着众人不注意 将灵壁石偷走 消失在了原地 凤九给正在交战到二人一个眼神 宋玄人和小燕隐晦地点点头 一同向外撤去 灵壁石的消失 引起了地宫的坍塌 硬王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就看见宋玄人逃跑了 本来以为是宋玄人害怕了 可是却被摇晃的地宫给吞噬了 三人站在倒塌的亡灵外 这次终于结束了 小燕对着面前的废靴感慨道 是啊 凤九复合道 一切都结束了 已将所有的意外都挽回来了 宋玄人也在一旁点点头 不应该 dictate 我不能弄检查 感谢观看